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参加一个旅游团 两天一夜 从河内到山罗省的一个小镇 木舟 听说那里有一大片绿色的茶山 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 还有梅花和桃花 花山的梨子花 从河内到木舟要四个小时 我们的旅游车六点十五分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一大早就来到了 今天还下雨 越南旅游一般都是这种小车 我们现在坐这个车有13个座位 前面护驾驶室是导游坐的 现在开始出发了 沿途我们还有接人 旅游团一般都是顺路接人 你可以跟他说你在哪里 他顺路就可以接你一起走 回来的时候也是一样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停在路边吃早餐 我们就买了一碗夜南粉 因为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们吃了一点东西 这个粉也很便宜 只要三万五千也能够 和室内的价钱是一样的 这一个早餐我们自己给钱 除了这一餐 接着上来 中餐晚餐早餐旅游团都罢了 你猜一下两天一夜 包吃包酒店包旅游车 还有包经典门票 这个价钱给我是太惊喜了 这一次旅游我会分7个视频发放 最后的视频我会告诉你 这一次旅游多少钱 这个价钱给我觉得是非常的惊讶 记得看完所有的视频哦 最后我会告诉你 这样的旅游你觉得值多少钱 吃完早餐后 我们就继续前进 沿路都是连连不断的山 这是路边的加油站 走了两个小时 我们来到了高速路服务区 也是一个观景台 因为这里山很多 所以沿路都是沐 山下的景点都看不到了 今天气温18度 其实不冷 但他们每一个店都有一个火炉在烧 我也来尝试一下是不是很暖 沐洲冬季的气温大约10度 其实不算冷 大年路都见到店里有火炉开 我们大约休息了10分钟 就继续我们的旅程了 因为沐洲是一个高原区 现在我们是行走在高原上 又厚又重的雪雾白茫茫的一片 雾气包围热车 不开灯都看不到对面的车 我们总共用了5个小时 才来到沐洲 刚好是吃饭时间 今天我们这个旅游团 总共有11个人 包括两个小孩 来看看我们中午吃什么菜 我们11个人分两桌子坐 我们的桌子有两个小孩 四个大人 你猜一下我们吃什么菜 这是这里的特产小芥菜 柠檬叶炸五花肉 还有之前饭好的凉拌黄瓜 五花肉香脆可口 清淡的小芥菜 接着来了一个芋头猪骨汤 半只炸鸡 他们好像很喜欢用柠檬叶 这个鸡也有很多柠檬叶 这一叠也是五花肉 应该是用蒜蓉炒五花肉 现在就是五个菜一个汤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鸡又很新鲜 皮炊又滑 五花肉炒蒜蓉特香 白米饭随便装 我以为就这么多菜了 想不到他还来一个 能蒙蓉焖羊肉 这一顿中午餐太丰富了 我们这一桌是四个大人 两个小孩 另外一桌就是五个大人 吃完饭后我们就出来走一走 这是一个很小的镇 这个菜就是刚才我们吃的那个菜 吃了饭后我们继续开大约半个小时吧 沿路都是一些很旧的房子 还有很多农田 很快我们就到了第一个景点 被运为是世界上最长的玻璃桥 这玻璃桥一二零二一年动工 2022年4月29号开始迎接游客 里面除了有玻璃桥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儿童游乐场 空中滑翔 这些项目对我来说全是气急的运动 适合年轻人和小朋友 成人的票价是99万越南顿 美元为40元 人民币大约280块钱 儿童票价为69万越南顿 这个门票要自己出 我就没有进去了 这里还有装车车他们去 这里是二楼 还是一个咖啡店 我没有上去 我就在外面走走 从这里看上去 也可以看到玻璃桥 这是围着山边的一条玻璃桥 还看到有儿童游乐场 这里的山很美 绿绿葱葱 金黄闪烁 这是他们的正门 前面看到也特别的美丽 种了很多玫瑰花 绿草 看不尽头的山 远看山上 鸟宇花香 山上的树叶有绿色的 红色的 黄色的 就像来到一个室外桃源 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在下雨 现在是万里晴空 蓝天白云 今天真是很幸运 刚才我来的时候 我看到门口外有一个花园 现在我们就坐车下去看一下 这里的接送车不用钱了 他们是在停车场接人上来 又接人下去 这就是门外面的一个花园 其实这么小的一个花园 在牧州很多很多 沿路上我们都看到 他们开车去那些小的地方 这里还有一个草莓场 是不是很漂亮 刚才那个阿姨摘的送给我 我吃了觉得很甜 所以我就自己来摘了 我就摘了五六个 我就觉得很累 主要是它那个草莓不是很多 来来回回的去找 很累 地上的泥土很难走路 后来我就放弃了 我就叫那个阿姨 帮我摘了一半的草莓 她就帮我摘了一盒 十万叶能登 我原来以为贵 因为在市场卖是五万叶能登一盒 后来我们去另外一个草莓厂 她要三十万叶能登 这边的油菜花很多 一路上我们都见到地里种很多 白色的是芥兰 很多蜜蜂和蝴蝶在上面飞 我第一次见这么多蜜蜂和蝴蝶在花上面飞 觉得有一点兴奋 好开心的样子 你们是不是因为这个菜是用来做菜油的 我也是这样因为的 后来我在市场里面见到很多卖 我每样也买了一把回家 菜竟没有筷子大 我用蒜蓉炒 很嫩很好吃 我们在这里晚了一个小时就回去了 接着下来我们就要去酒店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跟我去旅游 你就要关注我啦 下一节我们去看乌州的夜市 这个夜市不是一般的 还有买门票才可以进去 所以明天记得来看哦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世界上最长的玻璃桥 好啦下一节再见 谢谢你的观看 记得明天来哦